我可以忍心 白手不分离 这简单的话语 需要巨大的勇气 没想过失去你 却是在骗自己 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手 欢迎回来 你居然在啊 我估计这个时候 你应该回来了 这么高兴 看来工作很顺利了 没有了 面对那些豺狼虎豹 还是披荆斩棘 过五关斩六将 你是说是为了寻求爱 才选择这个很有趣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相信人总是可以爱 有了爱 什么程程都会变得很有趣 为什么我不能跟他说 我就是苏曼 我喜欢你啊 你永远都这么生机勃勃 信心十足 有机会我们见面 快点休息吧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晚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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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啊 姐 你那边很晚了 怎么还不睡啊 没事 忙到工作上的事 你最近怎么样啊 工作还顺利吗 挺好的 你怎么样啊 感情上有没有进展啊 喂 姐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我这边信号不太好 你就给我装吧 每次一提到感情 你就是这样 嗯 我看apat 你魔力 成总和夫人召带我们玩了一天 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 照片不止一张 是那个陈总发过来的 我想外面办公室都已经传开了 我知道没有人敢当面询问你 就连对你忠心耿耿的海伦 他也不敢告诉我 为了防止你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我不得不来做这个恶人 总裁 你会不会有点反应过度了 这可不是什么厌照 我和苏曼也没有什么过分的举止 轻者自轻的 在倾倒这一切都是为了客户 我想你也清楚 要讨好陈总是多么的困难 你不会为了这一段要开除谁吗 我开除谁也不会开除你 也不会开除苏曼 金融圈里从来不缺少绯闻 为了应对客户 我们付出很多的努力 这一点我很清楚 但是职员之间不能谈恋爱 你也不能例外 这点我也很清楚 如果只是绯闻 我希望你立刻消除他 如果是真的 我衷心地祝福你们 但是必须有一个人离开 我当然希望你能留下 不是真的 所以不必开除谁 好 我不希望公司的员工认为谁有特权 即使是我们的陆帅 在一个公司里 影响绩效的除了能力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人心 我明白你的意思 黎成 咱们做风头的 最忌讳的就是自己内部的风险 人的风险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件事我会尽快处理 苏曼和这件事无关 他只是 心实力力 希望如此吧 立场 以往直前是你的风格和长处 但是一个不关心他人心里的领导者 有时候是很危险的 艾勒克斯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上善若水 李成 中国的古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证明》 《非证明》 少帅 把所有照片传给我 是 你们看见了 我也看了 我看见了 你肯定有那么亲密 不是 很谙心 是吧 嗨 海伦 可以坐吗 坐啊 谢谢啊 海伦 那些照片 你都看到了吧 什么照片 好了海伦 大家都知道 你是陆帅的人 那些照片 全公司的人都看到了 那又怎么样 合作谈完了 客户请我们的人 在当地玩一天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那照片里 两个人的举动 还不能说明 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吗 还有还有 有一张照片里 苏玛一低头 衬衫领字的商标 露出来了 据高手论证 衬衣是 范思尔男士 四十四号 林总 林总 对对啊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陆帅买衬衣是范思尔 一买就是一答 或许是苏玛 没有衬衫换了 向陆帅借了一件呢 这怎么可能呢 我说你们都别下菜了行吗 你们知道这个客户有多难搞定吗 苏玛和少帅为了这个客户费了多大的心思你们知道吗 是苏玛费了很大心思 才笼落到客户的吧 看来这次陆帅确实挺牺牲的 你们说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 衬衫都换了 你说有没有啊 海伦 可以一起吃吗 来啊 一起吃 我们吃好了 你们慢慢吃 我们先走了 今天早上公司的人怎么都怪怪的 李彦也是啊 一直在查公司的邮箱 是不是有什么热门的新闻啊 你别想那么多 没什么事的 好好吃饭吧 苏玛 少帅知道你去青岛之后很担心你 是成最近的一般好卖去找你的 那我怎么样呢 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啊 不就是他要的吗 你们怎么都那么奇怪啊 发生什么事啊 少 苏玛 少帅在这件事情上损失不少 我是希望你不要成为那个拖他后腿的人 好 您慢慢吃吧 我吃好了 先走了 嗯 我跟你说 真的吗 当然 他脸是绝对不骗一般 真的啊 那些照片我们真的看见了 真的啊 来来来 来来 走走 小丽啊 我今天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有啊 没有 那怎么大家看到我都露出一副蒙娜丽莎的微笑啊 有吗 有啊 就是像你现在这样啊 哎呃 苏玛 难怪你在禁闭的时候那么有胆量 不错啊 眼力好胆子大下手快 我们公司这些微婚的小姑娘都快羡慕嫉妒恨死你了 你你在说什么啊 啊 啊 你来啊 哎 哎呀 哎 哎 哎 苏玛 上本事件债我偷懒 你不怕被抓 我还怕被抓呢 哎 你就告诉别人你要抽烟好了 可我不抽烟全公司人都知道啊 文明人不抽烟 哎哎哎 我现在只能问你了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问谁 公司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为什么大家都怪怪的 原来你真的不知道啊 知道什么 今天公司的内部网站 你没看吗 我刚出差回来 忙的报告也来不及 哪有时间看啊 怪不得 我建议你啊 快去看看公司内部网站 嫂夫人 青岛的景色很美啊 青岛的照片 是啊 是你和陆帅在青岛拍的照片 情美 人更美 等一下 你看他叫我什么 嫂夫人呢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啊 你和陆帅在青岛 亲亲我我拍的那些照片 你还穿着他的范四尔 四十四号白色衬衫 全公司都已经传遍了 都说怪不得 在封闭的时候 你敢给他脸色看 我跟他在青岛 是在陪客户 苏曼 我是觉得你人好 所以才告诉你这些 话传得不好听 你还有心理准备啊 他们还说 还说因为 因为你和陆帅上了床 所以才有机会 爬得这么快 这是污蔑 我有我自己的能力啊 在封闭的时候 大家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苏曼 人都是这样的 喜欢相信留言 他们还说不好听呢 还有 还有呢 还有什么你快说 这个我都觉得太过分 陆帅应该不是这样的 还有人说 陆帅原本就知道 青岛的客户非常难搞定 所以才把你送过去 来搞定这个案子 大家都说 陆帅想争取 执行董事这个位子 所以 连自己的女人 都可以牺牲 大家都这么说 苏曼 我看全公司 只有你这个当事人 不知道这事 今天一大早 陆帅就被叫到 总裁办公室 出来的时候 脸色非常亮看 相信总裁 一定是发话了 好了 我够朋友了吧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自己看着吧 似乎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陆绿成没有把自己的女人公仇送人吗 你不要乱说话 我才不是你什么女人 我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既然你不是我什么女人 那你澄清什么 没听说过越描越黑吗 那你就由着别人这样污蔑我 我们是清白的 你介意什么 况且 我一直被传说 我是个女友不断的花花公子 你也太自大了吧 你可以不顾别人的看法 但我不能像你这样全部顾忌 你还顾忌谁的看法 埃德克斯吗 你说什么 想起来我在青岛说的话了吧 还有封闭时我说的话 什么 好运气不会一直跟着你 你胆大妄为 现在知道后果了吧 你雄心勃勃地飞到青岛 打算智取客户的时候 难道你就没有血而入 公司里面会怎么传你 你是不是忘记了 去青岛 是你逼我的 不要用逼这个字眼 我告诉你 既然你做事这么冲动 自然就应该考虑所有后果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金融圈少不了这种流言 小人物才没有人关注 我再问你一次 你是不是真的不打算 做任何结事 我会在我的直选范围内 把流言压下来 但谣言这种事 是越描越黑的 恐怕你只能等时间 来解决这个麻烦 此外 如果你是为了担心 Alex不信任你的清白 抱歉 我不配合 流言他愿意相信 是他的事 至于照片 照片摆在那儿了 他可以自己判断 你和我是什么关系 你给我的压力太大 你老是强迫我做 不想做的选择 洛丽城 你太霸道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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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吃饭吧 走吧 走了走了 走 我吃什么 下班了 嗯 苏曼 我们先走了 苏曼姐拜拜 拜拜 拜拜 听我的听我的 那你买单啊 买就买 嗯 苏曼 拜拜 拜拜 ба 哎 哎 她们两个怎么互相不搭理呀 你懂什么呀 这叫掩饰 哦 哦 这么早就下班了 我身为总监都还要留下来加班 苏曼 虽说交代给下属的任务 上级就不应该再干涉了 不过 你也该给我一个阶段性的报告吧 我让你整理的凭证可不要忘记了 不能因为去了一趟青岛 拉拢到一个大客户 就觉得这个任务可以自动不做了 林总 我都还没有谢谢你 批准我出差呢 哪里哪里啊 这是总监的职责嘛 那凭证的事 我可以放心地等消息了 还是少帅会突然跑过来跟我说 他实在是太心疼下属了 让我不许打扰你啊 你放心好了 我会准时完成的 谢谢光临 张总 这只是计划术的出稿 您看看还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我可以尽快给您加上 已经蛮不错了 其实你挺有实力的 许总多虑了 他不必为你担心的 许总 哪个许总 您是说我父亲 对啊 许总他在一次行业会上 提起过你的事务所 爱女心切 他向我推荐了你 是我爸让你找我的 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做父母的关心孩子 这很正常啊 别紧张 我也有自己的孩子 也在做自己的生意 做父母的都希望儿女好 如果事业上有机会帮他们一把 何乐而不为呢 抱歉 张总 我真的不知道背后是这样的 真的抱歉 耽误您时间了 怎么 你不愿意接这个合同啊 张总 我真的很高兴您能来找我们 我也是全心全意的 想把您的要求做好 可是 如果是我父亲介绍的 我想 上海还是有很多好的事务所的 您不用非得关照我 连双啊 您还是叫我麻辣烫吧 长辈照顾小辈 这本来就是应该的 你父亲是为了照顾你 还老人家一个心愿 有什么不好啊 你不要太放不下面子 机会是需要抓住的 再说 这不是作茧犯客 不是白白送钱给你的 代表我的公司该提出的 我一样都不会少的 张总 真的抱歉 我不是不能感激您的好意 但是我真的想靠自己的努力 我心里有点乱 我先走了 账单我会截掉 以后你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 这要不是我爸的原因 请你尽管开口 莲双 妈 你跟我爸说 让他以后不要多此一举 在我自己的工作上 给我帮到忙 我自己应付得来 不用你们瞎操心 好了好了 我不想再多说了 再见 喂 喂 下班了没 我过来接你吃饭 不去了 我加班呢 加班 刚出差回来就加班呢 就是出差回来才加班啊 嗯 现在体会到我许是事务所得好了吧 以前你出差还回来 我还给你放一天价呢 你少废话那么多了 你那单大业务没把你累死啊 客户已经收到资料了 现在正等他的回复呢 哎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现在真的忙不过来 哎 反正我也闲着呢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外卖送上门 然后陪你加班 再送你回家 你真好 那当然啊 我不对你好 还有谁会对你好 那等你啊 拜拜 好了 你等我吧 我马上就来 阿伦 你帮我到楼下咖啡馆 买些三明治还有饮料 给公司加班的人 每个人一份 记在我的账上 好 谢谢 谢谢 不知道 不奔期 妈妈 等你好久啊 妈妈 笑死了笑死了 我好饿 我跟你说啊 我折腾了一整天 就指望这顿晚餐了 好豐富啊 快尝尝好吃吗 我就知道这时候 什么三明治啊 意大利粉啊披萨 通通不管用 还有咱们的中华料理 重油重辣 还是你最了解我 为什么加班加到这么晚啊 你不知道 今天公司发生一堆事情 我跟克星去青岛的照片 被传到到处都是 然后一说我跟他有绯闻 什么照片 什么绯闻啊 就是我跟你说 我去青岛出差嘛 结果呢 要陪客户 话虽这么说 要不是这个克星 误打误撞的 给你这个机会表现 你的篮球一号 哪有这么容易留意你啊 嗯 要我说 这个克星还是有点功劳的 陆总让我给你买三明治 说要加班的人手一份 谢谢啊 他私人保障 苏曼 吃完记得把桌子收拾一下 开双色彩器 对你真不错啊 只派新副秘书给你送饭 就是难吃了点啊 哦 哦 完了 你感动了 你是外人 公司规定 没有批准外人不得进入的 嗯 万一被他承包上去 我就倒霉了 什么死规定啊 别理他了 吃吧 来 今天这个历会上 我要对一个员工提出严厉的批评警告 苏曼 昨天私自带非本公司员工进入快捷市 可是 别找理由 你别告诉我 你连财务审计保密制度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已经是下班时间了 下班了你为什么还待在公司 我工作没有做完呢 不要找理由 为什么别人可以准时下班 那 低能的人 在我的团队里是不允许的 想回忆 忘了我 爱过你 你却在我的 心里